美元指数冲上了109 创下了20年以来的新高 欧元兑美元又跌破1比1了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兑美元都是一路下行 当然也包括人民币 8月15号我们下调了MLF中期接待便利的中标利率 离岸人民币一度大跌近700点 逼近了6.82 22日下调了LPR的利率 人民币继续贬值 现在已经贬到1美元兑6.87元人民币了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词叫货币战争 但是你没有看过相关的书的话 估计说不出个所以然 现在大家也不用看书了 事实就是最好的老师 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 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汇率情况 就是标准的货币战争 而且是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的货币战争 今天我们就分析一下 这场货币战争的对战各方 谁赢谁输 它又会产生哪些后果 可能有人会说 别分析了 你就直接说中国是大营中营还是小营吧 反正最后你还是要绕到中国营麻的结论上 不着急啊 我不是营麻派 这场货币战争与以往都不一样 没有大营和中营 最多只有个小营 那就是美国 美国能够获得小营的胜局 但是其他所有的参与方都是书家 只不过是大书中书还是小书的分别 中国算是小书 英国目前看来是中书啊 有着向大书方向走的趋势 欧洲肯定是大书 日韩也是中书往大书上走 不同的是日本是一心一意的走 韩国呢还想反抗一下 在这场货币战争里面 暂时还能偏安一遇的是一些资源国和封闭的国家 俄罗斯就不说了 澳大利亚这种国家比较典型啊 因为这个货是个大资源国 也真是没谁了 我们以前铁矿石依靠澳大利亚 现在发现新能源汽车需要的锂原材料供应 也是集中在澳大利亚 太坑了 封闭的国家比如朝鲜 货币战争再怎么打也影响不到的 说美国是小赢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完全是单方面的爆锤输出啊 所有的掌控权都握在美国一家手里的 加不加息拉不拉美元指数 完全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里 美国一家说了算 对全球各国经济那是欲语欲求啊 霸权主义说一不二 这就是实力 你不服气不行 那为什么说是小赢而不是大赢中赢呢 因为美国现在国内的状况啊 也是一团走 什么叫大赢中赢呢 八十年代 输戈拉丁美洲 那叫大赢 挑起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那叫中赢 轰炸的内蒙 干成了欧元 那也叫大赢 美国自身毫发未损 战果丰厚 这才叫大赢 现在美国国内也是通胀高企啊 经济虽然比别人强 但也是环比两个季度衰退了 挑起货币战争是为了让自己回血保命啊 所以赢是肯定赢 但是也谈不上大赢和中赢 最多是个小赢 那为什么说中国是小输呢 因为我们多少是有被迫的成分啊 你说我们就心甘情愿的 把汇率砸到6.87吗 恐怕不会吧 我们是被迫往下调的 因为你不调就扛不住啊 世界上为二能够受自己掌控的大国货币啊 也就是人民币和美元了 说让你走强你就走强 说让你走弱你就走弱 对于人民币汇率自主这一点 大家完全不用怀疑啊 我们对人民币的汇率掌控力度 完全是以我为主的 一是我们有外汇管制 这是一道金融墙 封着美元潮汐进不来啊 二是我们有强大的外汇储备支撑的 这就跟二道防线一样 潮汐真是冲过来了 也有东西堵啊 三是我们有离岸人民币的机制啊 小马能够拉大车 另外还有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啥的 我们的管控手段呢 有的是 有着世界第一强的汇率干预机制 人民币的汇率还是下调了 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世界吗 我们也扛不住啊 所以我们不能算赢啊 人民币汇率下跌 逼近6.9的关口 主要原因还是 我们想要提振国内的经济啊 保制造业促进出口贸易 对比欧元英镑日元对美元的下挫和疲软啊 人民币最多只能算是小跌了 而且我们的外贸出口强劲 人民币有升值的动力啊 数据显示我们已经连续多月贸易顺差了 这意味着人民币有升值的动力 比如说5月份的贸易顺差是787.5亿美元 6月份的贸易顺差是797亿美元 7月份则高达1013亿美元 这是有记录以来 我国的月度贸易顺差 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 远超预期啊 还有外国的对华投资 还是成着上升的态势 有着外资投资和贸易顺差 这两项撑着 汇率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所以总体来看 我们只能算小输 剩下的就惨了 欧元这大半年了 给美元贵了两次了 浮都浮不起来 这汇率一跌 欧洲各国受战争的影响 本来就高的CPI 又得刷刷的往上涨啊 数据显示 德国7月的PPI 同比暴涨了37.2% 远超预期的31.8% 这次超预期的暴涨 主要就是受能源价格推动啊 与2021年的7月相比 德国整体的能源价格 上涨了105% 翻了一倍还多 通胀就要加息抑制 可是欧洲是爆发过欧债危机的啊 主要就是希腊等国过度借债引起的 现在整个欧洲仍然是负债累累啊 美元加息缩表了 它的债有资本回流顶着 欧洲加息了 那它头顶上的债累 可是随时会炸的 大家看一张表啊 这是欧盟各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值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还是希腊最高啊 其债务与GDP比值高达189.3% 其次是意大利和葡萄牙 上一次欧债危机 就是德国给这些国家输血才脱下来的 当然中国也帮忙了 希腊到现在还念着中国的好呢 不过这一次 德国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缺油物 缺企业 通胀高企 加上地缘冲突 难民危机 疫情影响供应链中断 还有现在货币战争 美元加息 吸血 德国自己都快爆了 更别提其他的国家了 希腊和意大利可是没法跟土耳其比啊 土耳其粮食自足啊 甚至也没法跟每一次美元加息 都先爆为敬的阿根廷比 因为阿根廷有自然资源啊 这一次走了全球通胀的运气 反倒能够挺得更久一点 我估摸着啊 下一阶段会更精彩 现在这些债务就是被美国的各种套路操作 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样 随时都有可能给你爆了 这个阶段更多的资本会抛售欧元往美国跑 到了美国之后呢 拖起美国的股市和债市 但是欧洲股市的三大指数可就应不起来了 如果说美元指数继续上行 那全球的资本市场啊 指不定是个什么样的 当然了 我们不能只看别人的笑话啊 A股也是一样的怂货呀 昨天A股跌的一塌糊涂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人民币贬值 英国的通胀率被推到10%的上方了 英格兰银行警告称英国的经济很有可能在第四季度陷入衰退 这是干爹变儿子也都快扛不住了 还有日本那是亲儿子也被卖了 8月22日日元的汇率跌到了136.42 7月份的通胀同比上升了2.6% 创下了8年的最高点 连续四个月高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率目标 就这样 日本也是断然不敢加息的 一是美国不允许 另外 他那个债务规模肯定也加不起啊 本身就是处在债务顶格的状态 日债 美股 中房 这都是世纪大难题啊 一个不小心就是原地爆炸的现象级危机 日本只有主动献击给美国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这就是当前的货币战争现状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局限于分析和观察现状啊 我们要看到更危险的动作正在发生着 更危险 更严重的后果呀 有可能还在后边 货币战争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 其实还不是太明朗 有可能还要白热化 这两天好不容易降了一点热度的俄乌危机 又闹妖蛾子有升级的迹象了 比如说啊 普京的智囊哲学家杜金的女儿杜金娜 在一起汽车爆炸中遇刺身亡 还有美国的国务院连夜发布了解密情报 警告在乌克兰的美国人撤离 警告还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袭击对平民和民用设施构成了持续的威胁 俄乌冲突局势不稳定 很可能毫无征兆的恶化 对此呢 纽约时报还称啊 美乌官员都对俄的新一轮攻势感到担忧 特别强调了新一轮 这个新一轮俄乌冲突其实和第一轮是一样的 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俄乌打架 实际上还是欧美的金融战争啊 不过欧洲是毫无反抗之力直接被埋的那个 现在来看这新一轮的俄乌危机 加上美国的强势加息啊 到处窜火 还有空袭叙利亚 那就表明了不再局限于吃欧洲了 而是要敞开了吃遍全世界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这一次货币战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美国这一套骚操作下来 把全世界都当做垫脚石狠狠的踩了一脚 说踩一脚其实还是轻的 应该是狠狠的啃了美国全球盟友的肉 放了他们的血又引到美国自己的血管里了 这一周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 可真是为美国拜登政府啊注入了信心了 前些天加息的口气还搁着 这两天可赢了 又说经济基本面不错了 加息仍然有较大的空间啊 一定要把通胀给干下去 资本回流美国 美国的经济运行的就顺畅了 有了这些盟友的输血支持啊 美国经济在加息的大环境下 又可以多蹦得迹象了 以前美国发动的任何一场货币战争 都不适合全世界为敌的 就算是收割盟友 也就是那么几个 大家轮着来 现在可好 无差别攻击啊 除了极个别的资源国能够躲过去 剩下的全部中招无一幸免 美国的此次胜利 的确是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一个是全球都不得安生啊 世界人民的生活乱套给他们买了单 另一个更害人的代价就是 美国的全球盟友都给他当了垫脚石了 这不管是敌是友都要被收割的节奏 霸权主义剥削全球啊 有人说欧洲为什么不反抗啊 为啥还要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啊 欧洲人傻吗 欧洲人当然不傻 美国对外的手段不只有金融啊 还有航母北约在那里制衡着欧洲各国的 1991年冷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在全球拥有1600多个军事基地和各类设施啊 其中超过1200个部署在欧洲 至少有892个部署在德国 美国在整个欧洲部署了31.5万名驻军 仅在德国一地的驻军就高达25万 枪口就在欧洲的脑门子上顶着呢 除了枪还有大喇叭 也就是舆论的武器 现在的欧洲民众也许不会看什么纽约时报啊 这类纸媒 但是可离不了推特 Facebook YouTube 这些网络阵地 那这些都是在美国人的手中啊 欧洲民众深受美式思想的洗礼 啥是美式思想呢 当然是为了美国利益服务的认知体系啊 这种舆论的操控之下 欧洲的政客你要想通过选举上台 哪个不得受美国舆论左右啊 金融是美国控制全球最隐秘的手段 用来收割全球的财富 而媒体负责安插美国的道义 普及美国的价值观 用来拉露民意 蛊惑人心啊 比如说对中国 因为我们拥有货币主权 我们不打开金融的大门 他们就各种破脏水败 无名话有罪话 说什么暴政专权啊 什么不民主 什么劣等民族等等 在全世界展开舆论公式 为什么呢 为的其实就是夺取一国的金融主权啊 在别国通过全民努力日夜劳作 生产创造的财富足够多的时候 他轻轻的敲击键盘 一举金融收割 躺吃而飞 俗话说 不破不立 这一次货币战争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它的波及面之广和危害程度之深 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了 也许它会迫使一些人进入深度的思考 那就是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否合理 一个无比强大的金融帝国 拥有着世界货币的完全掌控权力 欲取欲求 平时也就算了 一些人被收割 但总是还有人岁月经好 现在大家发现了 这个怪兽饿起来可是六亲不认的 管你是谁一把抓过来塞嘴里再说吧 这一次澳大利亚 加拿大 凭借着天赋异禀 算是躲过去了 等到下一个轮回 万一连这俩奇葩都躲不过去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世界到了彻底该改变的时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